我想請問一下說 因為現在有報導說 那個美國裴洛西 他可能在10號的時候訪台 你覺得他這時候的意義 跟說是不是能彰顯美國對方的支持 那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當然歡迎美國的這個中央議長 來訪台 這個當然是展現 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這個第一點 我們致表歡迎 第二點就是說 俄羅戰爭現在四十幾天了 那整個國際上來講 這一次的戰爭 事實上美國也一直 就是美國方面一直在 告訴大陸說 那台海之間的問題 如果發生台海有事的話 可能中國大陸要面對什麼樣的情形 所以我相信 一方面來講 議長訪台代表 美國國會 至少是眾議院 對我們的支持 另外來講 其實我們要小心謹慎 當我們就是 當 美國表示越多支持的時候 有可能他們的 相關的情報系統 有感受到說 大陸有相關的這種 相關的措施 比如說我就看到 美國的這個 國防部 還有這個 參謀總長 他們都說出這個 大陸可能 就是在2027年 可能會對 台灣有所行動 所以我們也是要戒慎恐懼 在這個同時 我們自己也必須 做好自己的相關的這個準備 歡迎 然後 戒慎恐懼 其實羅志強昨天那個臉書看起來事實上是已經有鋪了一個下台階 剛我在凌晨讀到的時候我覺得是說他反正因為支持者對給他的這樣的支持讓他必須有 必須要 照他原來的路往前走才不能辜負支持者的期待 但是事實上他也說如果沒有提名他他也會 浮選 他事實上也有表達這樣 他也沒有說要非他不可 那 也許我想黨中央是因為這中間這幾天的很多紛紛惱惱然後有一些不實的 留言 或是一些不實的評論 對 朱立倫主席造成影響 所以認為出來要出來 出面的脖子 才不會讓這些 說法越演越烈 傷害主席形象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好的方法還是 是黨中央應該是召集這些 這幾位 有志 或是 有能力為 國民黨在討厭打出一番天下的 我們三位立法委員 呂玲林委員 萬美林委員 盧民哲委員 還有這個羅志強議員 這幾位 應該坐下來的好好的 開誠不公的好好的談一談 我覺得這個才是 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雖然這個風波 在現在對國民黨是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因為現在是4月 那選舉是11月26號 所以還有7個月 我想 這件事情當然越早 這樣 來 處理越早 討論是越好 這樣 在後面的這個造成的影響才會比較小 還是有必要 大家都是 同志嘛 好好的坐下來聊一聊 對 請問蔡總統 有人就召開了 防疫會議 可是他沒有找雙北市 這件事 不只沒有找雙北市長 那他找的 好像都是綠營的首長 那我覺得 在難道在蔡總統的心目中 病毒也有分顏色嗎 所以 我覺得 那是防疫會議嗎 你們確定他是防疫會嗎 如果是防疫會 為什麼只有找綠營的首長 那他 心目中有沒有其他 這個藍營縣市的這個 藍營執政縣市的人民呢 其他的縣市 難道就 沒有防疫的需求嗎 我覺得 那個應該 應該 是以防疫為名 但實際上應該討論的不完全是防疫的事情 所以才會沒有找其他的手 委員剛才 剛才陳時中他說這個 裡面是在討論疫情你相信嗎 因為裡面好像都是選戰的 我相信 討論疫情大概是討論的 討論說這個疫情的影響 那這樣 陳部長如果要去參選的話 在什麼時候可以 離開這個 疫情的這個戰場 所以的確也是討論疫情 只是 疫情 跟選舉這個關係的疫情 如果他是要討論 怎麼 怎麼往下 這個疫情下去要怎麼管控 怎麼管控 怎麼讓這個疫情避免擴大 怎麼讓人民 新生活的話 那應該 首都的市長也沒有被邀請 那最大這個縣市的 新北市長也沒有被邀請 那這樣不是非常奇怪嗎 所以我相信是討論疫情 只是討論 如何讓 陳部長 如果要選舉的 這個 在這個中間怎麼做一個 轉身的這個 討論 我想這才是他們討論的重點 你們看今天阿里還該記輯 有違反保外就醫的規定 這個 我覺得是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 所有的受刑人應該受到平等的待遇 如果說 陳總統他是 陳前總統他是一個保外受醫的受刑人 那如果他受到這樣待遇 其他的受刑人是不是可以比照辦理 這是要公平 他所做的這些 保外就醫中間所做的各種行為 比如他主持節目 他沒有受訪 他說他沒有受訪 但是他是訪問別人 然後 他沒有演講 那 這樣子 開記者會是不是就 會不會受訪了 就不用受訪 或只是自說自話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說 要人民對司法有信心 就是必須要 不管你對誰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不管你對誰標準都是 一致 比如說如果陳總統他可以這樣做 這是符合法律規範的 那其他的保外就會受刑人應該要受到 一樣的待遇 所以這還是法制面的問題 那他到底能不能這樣做 實際要去問 法務部看他們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好像在台灣經歷20多年 的後期 那他被認定為說 中資 然後即將要測試開關 這個我覺得顯示 顯示出 這個 我們的政府對自己沒有信心了 我覺得即便是 在我的看法 就是 政府大概覺得他是一個文化統戰 或者說因為大陸新聞在台灣 播出 可能就會影響人民的思 思想 或影響人民的 那個 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現在極端控制 議論已經到了一個地步了 他們大概覺得要不停的洗腦人民 才可以讓他們 擁保執政 但是如果有一個有自信心的政府 事實上我甚至連央視 甚至連大陸新聞 我都覺得應該可以在台灣 就是 製播 可以製造播放 因為 以美國這個國家來講 一個國家能夠強盛 是因為你這個國家 人民是來自四面八方 然後接著你可以接受 能兼容兵序 四面八方的思想 不要因為 他是共產黨 或者他是這個大陸的這個思想 你就感到害怕 那表示你的自信心是不足的 對吧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 對這個不管是鳳凰衛視 或者說所謂什麼有中資的 現在都已經 變成一種防盜一個地步 就是防盜了好像自己一點自信都沒有 我覺得 我們政府他自己的底氣不足了 對 不用害怕 但是 我自己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大陸唸過書 我覺得自己對自己的 自己的信仰有信心的話 就不用擔心 我覺得 這個政府就是沒有信心 旺旺水神 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 它的跟病毒作用 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氣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